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我们出生美学的主理人们 欢迎郑玉昕 欣欣 哈喽 我是出生美学的主理人 欣欣 哈喽 欣欣很年轻喔 但是其实你的创业历程很有行动力耶 对 很棒喔 就是你本身其实是我们的旅游 学习是念旅游科系的观光 对 原本大学是读观光科系的 这也是人生的大转折的 对 没有错 当初本来是想要当空姐吗 对 是想要当空姐的 对 是 还是意外 遇到疫情对不对 对 没错 我们中断了梦想 对 这也没关系喔 因为我们为自己的人生开了另外一段路 这很有趣的 如果以那个老话叫做上帝帮你关了一道 一扇门一定会再给你一个窗 对 所以我们就帮自己开出了另外一条路 当时有一个选择的方向说 为什么我们是从美业当作我们学习跨领域的一个选项 主要是因为我很在意门面这个东西 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如果长得好看 刚刚精进的就会吸引到很多人的喜欢 运气也会变好 对 没有错 最沾什么这个理由也可以喔 对 因为我们总是希望我们在外界我们是希望自己也喜欢 有自信别人也喜欢 对 这是一个互惠 没有错 对 然后再来是我们心心也很有动力喔 当初就先投入了我们自己先去每业的跨领域学习喔 可是当初的过程是蛮辛苦的 对 还蛮辛苦的 学习的过程可能是我们不是本科系 是不是在让你学习这些技巧手法上面花了一番功夫 对 花了还蛮久的时间 对 然后那时候我们怎么样让自己更精进 我们有到业界服务吗 有 有到业界服务大概快将近两年的时间 是我们是也在算一个美学的品牌里面 对 也是美学 那其实也是算用小小的美容师开始做起的概念 对 没有错 那其中你觉得你成长最多的部分是什么 我觉得是自己个人的一个信念 就是因为本身原本会是一个比较负能量多一点点的人 可是因为这个的过程慢慢的去磨练自己 让自己其实是已经变成一个续航力也好正能量很多的人 是 透过跟客人的接触的对 因为我们直接的服务他就会让我们感受到他开不开心 对 有没有满意这一支的服务 没错 然后再来就说 其实在学写的过程中你有犹豫过美女学是你想做的平台吗 有 一定会有一个犹豫的 犹豫喔 对 让自己疑惑说我这个真的适合吗 对 没有错 那再来那个决定点就很神奇喔 那时候为什么想做创业呢 主要其实是因为我觉得我想要把这个东西带给更多的人 我想要去帮助更多的人让他们的皮肤是可以好起来让他们是有自信的状态 是 这个决定非常 算是很重大的决定喔 因为原本的品 原本的在 其实在企业服务也算稳定 其实是一个安稳的一个状态底下 对 我们要划出舒适圈喔 离开一个企业的保护 我们要做自己的品牌 然后那时候我们做了这个决定 好 那就是打算帮自己做出一点不同的一个品牌特色嘛 所以我们出生美学那时候就创立了 对 没有错 那你出生美学的概念是什么呢 主要的话其实是我想要带给客人 是我很用心在服务他们的这个感受 我希望来这里的客人都可以感觉到我的用心 所以其实也希望大家来到这里喔 就好像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新生的皮肤也好喔 那可以让他们更喜爱自己 对 所以我们的美学就是在帮助他们的过程 对 好 那我们来分享说我们自己经营的品项 其实我们的一个品牌 因为很多房间有可能做不脸的啊 或者是其他的品牌 那我们来介绍我们自己的品牌带给大家的 我的品牌带给大家 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就是 我不会强迫的推销 对 第二个是我希望来这里的客人 像刚刚我前面说到 都可以感觉到我的用心 对 那最后一个是我希望用我的专业 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 他们的皮肤是回归到健康的状态 是欸 过去我们在企业有两年的经验 是一个很棒的过程 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客户的个案 让我们知道怎么去处理客人的问题 对 那我们来分享他们在这里得到一个服务 我们提供的品项是什么呢 我们主要的话是提供皮肤管理的服务 那皮肤管理它其实就是个皮肤的生成清洁 那这个清洁的过程不是说只有当下的清洁 那核心导路比较特别 它会是帮我们的客人 依照客制化的方式 例如保湿啊或是说嫩白 或是说敏感肌的修护 帮它做一个独一无二的道路的部分 是 而且这些其实技术是 刚刚说我们是来自韩国 对 没错 它有一点是 我们靠的是因为传统的美容是用手法 对 然后我们正是用搭配机器的辅助 对 没有错 运用机器的常才 可以帮助可能帮助清洁的部分 以及可能是一些保养液的导入 对 修复的过程 它是一个一整套的一个流程 对 没有错 它会搭配科技的部分 像例如超声波的话 就可以帮助我们的精化 可以更好的导入进去 那或是说冰锤的话 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肤啊 或是说痘痘肌去做个镇静 它要修护 对 再来其实我们每一个顾客来到这里 他都可以得到皮肤的咨询 对 没有错 我们在前期进来 就会先帮他做一个肌肤的 一个基础的检查 对 没有错 一开始来 我们会先做个基础的咨询 就是先了解你的健康状况 那还有浮况 那还有我们平常的生活作息 保养的习惯 先做个全面性的了解 然后再帮你一一的去调整 说哪些部分是需要比较留意 需要去改善的 是 这就是我们以上综合 我们在美学的服务内容上面 可以帮客人提供的部分 对 大家我们来分享的是说 其实我们创业没有很久的时间 但是其实我们累积了不少顾客 当然来自于 很多是我们过去服务的客人 没有错 这也是我们用心去服务累积下来的 对 那我们一定有一些顾客的例子 我们可以来分享给大家 比较特别的是有遇到过一个妹妹 那妹妹她其实不知道她自己的肤矿是什么性质 所以一直用错误的保养方式 那后来帮她调整完之后 她才知道原来自己是干性的肌肤 那以往的那些保养的方式都有帮她去做个全新的调整 那过了隔天 她保养完的隔天 她就来秘密跟我说 姐姐 我觉得我的肤矿好很多 我的那个肝的状况真的消了很多 然后她跟我说 她以后一定要每个月定期来找我保养 让她的皮肤越来越好 然后当下其实会觉得 好感动 因为我真的帮助到她 是 我们就实现当初我们在创业说下的好语 我们就是想帮助很多人 但不只她一个 我们都希望透过我们一个正确的一个 不管是我们的保养的手法 然后还有一些保养的观念 都是我们想要提供给我们客人的部分 那再来我想要请我们 欣欣来分享说 我们自己在从事创业的过程中 当然是一方面我实现自己的理想 那我也其实有愿景想要实现 我们来分享我们远期的目标 远期的话 其实最想要做到是教学的部分 想要当讲师 想要帮助更多想要走美业的学生 让他们就是可以学习到这些正确的知识 然后去帮助更多的人 可以辅助他们做创业 对 再来是更希望有自己的团队 对 我们有教导 如果下一批的美容师 知识教堂他们技术传达我们的理念 未来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团队伙伴 对 是 那再来说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我们现在的目前的工作室的状态 是属于分桌的工作室 对 那未来我们有没有期望拥有自己的美学馆呢 有 一定会的 是 大概预计可能会是明年的时候 是 我们期待 我们先把目标设立在哪里 我们会看着自己越来越成长 这是我们期待的 对 再来我想要请欣欣分享说 在创业这条路上 你觉得最支持你的部分是什么 最支持的部分 其实是看到客人的脸真的慢慢的好起来 这个会是一个成就感的来源 就是代表 我真的帮助他们 让他们的体肤回归到健康 让他们找回到自己的自信 是 然后再来呢 如果有一个年轻人 他跟你一样一想做创业 除了技术的传承 他可以寻找知识 技术 学习都有方向 那你觉得除此之外 他除了技术 他也需要具备什么 续航力 因为创业的过程 其实真的没有这么的简单 那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续航力 我们的创业这条路 才可以慢慢的提升起来 慢慢的走向稳定的阶段 是 因为像有些创业 他们一开始会比较辛苦 那可能情绪上面的起伏 就会比较大一点点 这个对自己其实会是一个满耗能量的部分的 所以我觉得续航力是每个创业者都应该要有的东西 我相信这一部分是不是我们心里很有感受 对 非常有感受 你有没有曾经在哪一个阶段是会有想放弃 最一开始其实在找客源的部分的时候 其实真的会有想要一点点放弃的念头 可是因为我们就是清楚自己的目标在哪里 然后也会提醒自己说续航力很重要 所以又慢慢的又坚持起来了 对 我们在做任何新的决定 而且这是一个新的道路 它是其实承诺的是自己 它是要对自己负责 那当然你要去想尽办法 维持自己的初心初衷在哪里 其实这时候你可能会听到要问自己说 我当初想做这个的原因是什么 对 没错 在想不是要看见这些人的笑容吗 对 或者是看到他们改变成长变美丽 对 没有错 不是我想看到的 是 因为我们不是每个人的条件 都是先天条件都这么好 对 可是怎么样透过后天的一个养成 也可以让它达到一个外表的一个自信 对 对 就是我们初生美学可以做到的 对 没错 然后又在我们的创业上面 它是我们需要维持的 我们的动力也好 我们的初衷 都期望每一个想创业的 都可以跟我们初生美学一样 对 谢谢我们新新带来的创业故事 感谢 谢谢 谢谢